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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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这是难得的艺术品呢 工会 工会 你还甭管怎么说 最后我们这个车还真买了 不仅我们买了汽车了 我们还解决了一帮待业青年问题 都解决谁了 就我弟弟一人 那怎么会是一帮呢 因为我弟弟就叫侯一帮 这倒霸天 这倒霸道士 这倒霸却 我们买了汽车以后 我们又重修了厂长办公室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自由主义呀 与日俱增 都什么自由主义呀 说我们厂长啊 抬轿子又是为了坐轿子 有坐轿子就有抬轿子的 说我们厂长不关心群众生活 什么还 这是自由主义吗 怎么了 这是意见 意见哪 意见像谈簧 看你强不强 你强他就弱 你弱他就强 典型的气上压下 对这意见咱们就得压 压呢 只要我们厂长高兴 我什么都不怕 群众有钱提意见 有钱你提意见是可以的 但是你为什么还要写大字报 大字报 这个四大在宪法里头 已经明文规定取消了 这是典型的 明目张胆的破坏宪法 谁写大字报了 就是这一小撮群众啊 几个人偷偷摸摸的 写了一帮小的那个大字报 给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记起了 那叫大字报啊 那叫什么呀 检举信 检举信呢 你还别说 后来上街还真派了一个检查组 调查处理 调查处理 坏了 怎么了 我们厂长给调走了 应该 我一听说这消息 我这高兴就甭提了 你怎么叫高兴啊 我登登登登登 我就跑到食堂去了 趁这大伙那儿正吃饭呢 我得表表态 你怎么说的 我说同志们 过去的领导 由于他犯了严重的错误 使我们的单位 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他被调走了 调的好吗 又来了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想想了 还是哪一趟 我像这样作风不正常的领导 我们一百个信不过 一千个信不过 我们一万个 哎呦坏了 怎么了 我们厂长打门外 他进来了 他又回来了 我一打着才知道 怎么回事 因为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以后 做了一次诚恳的检查 取得了群众们谅解 他又留下了 没调走 我说这可坏了 我登登我就跑过去了 我说厂长 我一鞠躬 我们厂长没理我 没理你 站在食堂里 他说了几句推心制服的话 厂长说的什么呀 同志们 有抬轿子的 就有坐轿子的 关键是我们坐轿子的 今后我保证不坐 这种人也就没有市场了 好 这个教训 我一定要记一辈子 说的太好了 哎哎哎 谁让你鼓掌呢 这是群众的新声 我一听这话坏了 他又不走了 我过去 我赶快就把厂长的手拉住了 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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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太好了 像您这样的好干部 我们一百个信得过 一千个信得过 一万个信得过呀 我说厂长 我跟你说呀 像您这样的干部 您就 您就不应该调走 我知道 这个台轿子的后不是东西 您知道吗 这个台轿子就是 就是那个马路边的台游人翠 是台游 他就是黄老狼给其拜年没按着好心 他就是猪八戒吊肝烧里的足食足喝 像这种人咱们就得狠狠打击他 咱们就 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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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 我跟你说 厂长 以后 我 你也不做教的 我也不抬教的了 对了 以后我再也不抬教的了 这就好了 我给您配马屁得了 一样 啊 啊 谢谢大家